我能有什么要说的 你已禀告第七一九零次 绝望今何证 你要走 是因为领域吗 我 我跟她的相遇 原本就是一场意外 你老实地告诉我 你大概不会是什么 童鸡犯 黑社会 违法乱七 然后躲在我家 怕别人发现你 不再也不敢 你走了 你听到了没啊 听到了 我本来想 如果她一直留在我身边 其实也挺开心的 你会不会回来 那天 她出现在生日宴上 来到我的面前 正式介绍一下 宁愿 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们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他不会因为流落街头而吃不上饭 不用纠结杀虫记的性价比 也不是专属于我一个人的小霸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我们根本不会有交集 他现在出了事 你能凭着这份喜欢帮助到他吗 你的喜欢对他来说 就是一种累赘 馨儿说的话或许是对的 我对于他来说 也许是个负担吧 所以我想暂时离开这里 也许到了该放手的时候 你也许到了 喂 悠悠 喂 安心 你快看个微博吧 上面都说你未公司危机 离远都积累 趁机进医院了 你没有收到消息吗 我知道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你 哥 林月他好像不太舒服 去医院了 我要去看看他 我先走了 所以不管这个人 伤害你多少次 只要他需要你 你就会不顾一切地 跑过去是吗 不是的 哥 那你有没有想过 我也需要你 我知道 对你来说一直是哥哥 但哥哥这个身份 已经压得我穿不过起来 我 我没你想得那么坚强 我没你想得那么勇敢 我也会不知所措 我也会害怕 我也会受伤 可是只要我知道 你在我身后 只要我知道你还需要我 我就什么都能做 保护你 对你好 看你笑 对我来说是本能一样 可我现在只能看着你 因为另外一个人数上去 什么都重要 还行 我可以守护你一辈子的 不要再去找他 不要再去找他 我们一起离开这儿 好吗 对不起啊哥 我现在有点懵了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我们都冷静一下吧 我走了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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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个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林总 今天的新闻影响大吗 上了一支热搜 我已经早上撤下来了 不过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或多或少还是有点影响 日本人那边怎么样了 安排了明天上午 您跟他的会议 回公司准备一下 林总 您现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 回公司 回公司准备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在今度这边 后期 转发 这里 你真的决定要退出吗 我现在画不出什么东西 不想拖累工作室 你这样啊 你不想拖累工作室 这一颗库曼呢 一开始是因为你才存在 所以我们相信你 也要相信你自己 你说要退出的话 我就当没听过 给自己放个假 我们等你回来 哥 最近发生了太多事了 我和你都需要一段时间静静 妈妈的忌日也快到了 我想回去看看 不用来找我了 也不要告诉林月 你怎么回事 再见了 哥 要不是因为你 他还不会离开 林月 怎么了 你舍不得我 忘记个事情